在越南吼 大家没法一常喝啊 那甜是一种让我们心情变好的东西 那你想和你很想喝的时候 然后你跟朋友出去聊隔天开心的时候嘛 那就喝甜啊 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买的就是冰淇淋马铁 然后加珍珠 应该不是珍珠 应该要叫波巴才对 因为菜图50人跟其他店家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珍珠就是小珍珠 然后搭珍珠的教室波巴 我意见就是为他们评过一次 哈哈哈哈 之前买啊买珍珠 买珍珠拿那个珍珠奶茶之后啊 回来洗一洗 都小客了 这种很不喜欢 我不喜欢小客 我喜欢大客的 耶 那之前呢 我有看到一位朋友留言问我一句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 他问我说 为什么他看到的 他认识的一些越南朋友 他们去买饮料的时候都点全糖的饮料 越南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喝甜那么甜的 那看到这个留言啊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嗯 其实哦 讲到为什么越南人那么喜欢喝甜 他跟钱有关的 我这样讲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很矛盾 为什么喝甜的会跟钱有关对不对 可是真的 我等以下再跟大家解释 那首先呢 小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越南现在的基本薪水 在越南现在的基本薪水啊 他其实有分很多行业 每个行业就不一样 但是最低最低的在2021年规定的时候 大概5到6千台币 对这是最低的 但是在一些乡下的地方啊 他可能没有按照这个走啊 有可能会更低一点 大概4千5千那种的 那一天上班的 上8个小时的半 那薪水大概250到300 对300台币哦 时薪的话 约25到35元 那你们知道吗 在越南现在的一杯珍珠奶茶好了 有可能会到30、40、40以上 就40块以上哦 一杯珍珠奶茶哦 有一些地方还更贵 比如说在大城市啊 还有一些观光区 一杯可能也到 80、90块台币 那大家觉得呢 你们比较一下哦 那个时薪才25到35元 然后一杯珍珠奶茶 平均上都有40、50以上了 那这样子的话 你们觉得他们 可以随便喝一杯珍珠奶茶吗 没办法 因为一杯珍珠奶茶 比他们的时薪还贵 那当然是没办法 对不对 不像在台湾 台湾现在我们现在时薪 一个小时已经160了 对不对 那160一杯珍珠奶茶 加有50、60而已 那你一个小时的薪水 可以买超几倍了 那当然你可以随便喝 可是在越南就不一样 除非你要喝那种 随便随便调的那种珍珠奶 但是那种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喝 我之前啊 有回越南 跟我朋友去喝 就去一些饮料店啊 坐在里面 一杯真的是要有50块台币的哦 那其实还蛮贵的 如果跟越南的薪水比的话 那其实偏贵 诶我快喝完了呢 今天好棒哦 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喝饮料了 因为平常我现在真的很少喝饮料的都喝水 如果要喝的话都喝鲜奶的 然后今天真的是特别想喝 然后才喝那么快 然后我们现在再塞车 我要进去百货公司 然后塞爆了 好那我们回到小阳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越南的薪赤啊 其实比那个比一杯的那个珍奶还便宜 对不对 所以在越南的人 大家完全没办法一直喝一直喝 想喝就喝的那种的 所以大家才有办法喝 就喝那么甜 就像我 我之前在越南的时候 其实我很少很少喝珍奶 因为太贵了 我妈不会给我钱去买一杯那么贵的饮料 所以我来台湾之后因为赚到钱嘛 一时薪也是一百二 那时候已经也一百一百二了 所以可以买两杯饮料了 那所以啊 可以常常喝啊 想喝就喝啊 那一开始来台湾 我也是一直点那个全糖的饮料 但是后来我大概一两个月后吧 我就没办法了 因为常喝嘛 常喝的话 如果一直喝甜的话 我真的是没办法接受 那到后来都是跟台湾点一样的点为糖啊 那大家现在理解为什么我一开始说 越南人很喜欢喝甜 因为跟甜有关了吧 哈哈 因为在越南后 大家没办法一常喝啊 那甜是一种让我们心情变好的东西 那你想和你很想喝的时候 然后你跟朋友出去聊隔天开心的时候嘛 那就喝甜啊 也是因为越南人本身喜欢喝甜的 但是我保证如果你给个越南人 然后给他随便喝饮料 然后一天后呢 然后起杯全糖的东西 他大概一两个月后 他就不敢喝全糖了 真的我这个保证 除非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喝甜 不然一般的人哈 他们正是没办法啦 就像我一样 而且我现在就是 完全没办法喝半糖 不是全糖的东西了 好OK那大家应该了解 为什么大家一开始认识越南 他们都很喜欢很喜欢喝甜了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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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